接着呢 梓榮老师来帮我们进行一个 恐怖的心理测验 大家一起测一下 未来一个月 我在哪里可以获得掌声 好 我们来看一下题目呢 就是呢 如果有人送你一只鸭子 不能卖掉 请问呢 你会怎么做 我们有四个选项 A的选项是做成烤鸭 B的选项是当宠物养 C的选项是送给需要的人 D的选项是放生直觉来选 你有这只小鸭子 你要做什么呢 不能卖掉哦 我是C 好 我A 我当宠物养 我B 当宠物养 我也是当宠物养 小何 放生 不是哦 我以为你喜欢选A说 做成烤鸭那么小怎么吃啊 要破坏我的形象 但是放生就比它好吗 没有 好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一个月 我在哪里可以获得掌声呢 选到A选项的 由玛丽娅选到这个选项做成烤鸭 我们来看一下你的掌声指数是80% 未来一个月在哪方面有掌声呢 就是工作顺利表现优异 所以未来一个月你的工作上的表现是非常好的 所以未来一个月如果说你有其他工作上面 不管是转换跑道或是有其他的规划 都可以好好的利用未来一个月做一个安排 一定会有优异的表现提升你的知名度跟你的工作运哦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选择B选项当宠物养 现场有爱丽丝老师还有黄老师还有金纯姐选到这个选项 我们来看一下你的掌声指数是90分 在哪一方面可以获得掌声呢 就是感情升温备受呵护 在感情方面不管是人际关系啦感情啦亲情啦 未来一个月你都会可以感觉到明显这个感情升温的状态 备受呵护你要做什么都有旁边有人护着你爱着你 所以你会觉得非常的温暖非常的温馨 好 接下来看一下曹大哥所选的这个选项送给有需要的人 我们来看一下你的掌声指数是60分 也不错 在哪一方面可以获得掌声呢 就是正义发声保护弱势 对啊对啊 未来一个月你会发现你还是持续的在做帮人家 人家不敢说的由你来说 人家不敢做的由你来做 你会成为一个正义使者仗义直言 觉得呢你就是有义务要保护弱势 所以人家觉得什么东西看不过去 就由你来发声就对了 因为你觉得保护弱势是你现在当务之急呀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赌铃哥所选的这个放声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一个月你的 呃这个掌声指数是100分 在哪一方面获得掌声呢 就是财运和通投资获利 未来一个月会发现在财运上面 真的还是一直非常的旺 或者是你有其他投资理财的方法 都可以为你带来很多力量 不要学 不要学 给大家参加 欺负